如何在一天之内挣到13万 刚进城打工的你身上只有100元 你不小心上了烫你厕所结果 还被罚款了100元 你心想100块就能去一趟你厕所还挺便宜的 可是这回是真的身无分文了 现在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你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旁边就是卖烧饼的 现在你终于明白钱的重要性 你一转身就在旁边地上捡到了一块钱 可是这一块钱根本不够你买烧饼 于是你只好去捡地上的空瓶子 翻垃圾箱里找食物 结果吃完就拉肚子 经过你不懈的努力终于 在垃圾箱里捡到了22元钱 这可把你激动坏了 有了这笔钱你就可以买烧饼吃了 现在还剩14块钱 你看到旁边有个小朋友在下午子期 你心想小朋友的钱是最好骗的 没想到一局下来你输了6块钱 你决定拿着仅有的8块钱 跟小朋友在下一局 这一局你成功挣了56元 第三把的时候你已经挣了104元 几局下来你已经挣到了700元 没想到这小朋友还挺有钱的嘛 你来到小卖部准备买几张 呱呱乐碰碰运气 没想到你花8块钱就中了6000块钱 你运气真是好 有中2000的 也有中4000的 运气最好的一次 你竟然中了54000块 不到一会儿的时间 你就中了85000 这时候你又拿出手机 准备投资基金 第二天轻松挣了5万元 短短两天时间你就挣了13万元 发财的你底气十足 准备去享受按摩吃顿好的 欢迎光临 先生 你醒了 你醒了